你覺得絕對音感是很困擾 你有絕對音感嗎 沒有 是可宣 可宣 陸棋派有 我有 是 我是小時候就自己就是很假掰 自己在那邊想說 我現在聽所有音樂 都先聽到音符的名字 我沒有辦法享受 這就是小時候自己自我浪漫 後來才發現 進到專業的音樂領域裡面 十個裡面有三個有 絕對音感 大家講這個是要天賦 想學也學不來 他是有天賦之後他後天又學習 所以上次那一集很精彩 是 有贏了一下 真的是不錯 但是很困擾的是可宣 可宣怎麼了 大家都覺得你有絕對音感 對 因為我們國小 都會有那種聽寫課 我那聽寫課的表現通常比較好 所以同學就是會起哄 叫老師幫我測測看 我是不是有絕對音感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對我來說就反而是一個困擾 因為我沒有辦法好好的享受一首歌 聽到就會覺得進入到 對 我沒有辦法專心在歌詞上 我會一直專注在音符 真的 這個事情 然後它裡面全部都是音符 一般有絕對音感的 也不會是Sox風手 弦樂手 因為你看它的琴音就在旁邊 對不對 那妳吹的聲音是從外面出去 所以妳很難 妳沒有絕對音感嗎 我沒有 沒有 妳也沒有 不可能有 我也沒有 幹嘛 妳就講話很重要 薩克斯風手不會游的 沒有 一部分我覺得是因為 薩克斯風是移調樂器 它的兜不是鋼琴的兜 所以名字有點混淆 對 而且薩克斯風它有個特色 它有時候同一個兜 它有不同的按法 有些替代執法 但比較麻煩是 大小不同的調也會不一樣 對 而且 而且薩克斯風是假掰的 噹噹噹噹噹噹 這樣的音它是 好性感 這是一定要的 這就是薩克斯風的天職 不能說它是假掰 它的柔音 滑音什麼特別多 應該是說薩克斯風 是所有樂器裡面最像人聲的 所以它需要做到很多 像唱歌會這樣 這樣子很煽情 很有情緒 真的是 這種做法 也不能說煽情 它那個叫做 有這樣好嗎 煽情 煽情就好了 對不對 沒有啦 對啊 所以你這個學薩克斯風也是這樣 一吹吹多久 像可以吹到這種程度 從國小四年級到現在應該 四年級 四年級就學這麼成熟的樂器 從中等大小的那個薩克斯風學 因為太大就太重了 背不動 好 打個噴嚏就是死罪 齊罪了 上台演出地雷很多 不要傻 有嗎 來 這麼多 這個我關於這個舞台表演 算是小有經驗 對 曾經有一支 怎麼每一個都有經驗 因為就在音樂班打混了 稍有涉略 曾經 娜娜 當時歐陽娜娜來我們Berkeley當我學妹這樣 他們就大費周章 弄了一個歐陽娜娜公益演奏會 陣仗很大 媒體有來喔 而且是So out show 很厲害 然後當時有幸 因為我們小時候常常玩在一起 他們那個時候就跟我說 拍拍我們弄一個 我們小時候彈過那個周杰倫 鋼琴四首連彈 我說好啊 我們10歲表演過 我們現在20歲再演一次 滿有紀念意義的 然後後面這個鋼琴演奏後面還接一段Rap這樣 那都混合在一起 我們就說好 那表演太棒 結果我們都完全忽略到這Part 因為覺得那個鋼琴曲太簡單了 完全沒練 結果我們就上了 然後燈光就Cue囉 然後我們就 你們是靠記憶啊 對 然後好險有個噴 我們就好 那就3 4就來 就有點亂彈這樣子 那就是那個曲子最後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全部給他敲錯這樣 全錯 然後我上來 還要準備又饒舌就很尷尬 很糗 然後娜娜感覺已經有一點 面色陰沉掉了 很尷尬 難怪他現在都不太理你 就是因為他失去那一場 沒有啦 就那時候出了一個小包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次是有沒有記得吧 我有一次就是 當時要考大學的時候 我這件事情 記得 考大學那一次 下輩子也不會忘記 好 微微道來 就是說當時為了報考 Berkeley音樂學校 辦了一個音樂會 然後都是我寫的曲子 我做曲組 對 然後就結束之後 因為當天憲哥有來看 還帶了很多好朋友 然後我們就想說 給他一個驚喜片尾的時候 我們安口拉了一下 憲哥的歌這樣子 然後大家現場拉得很開心 我彈鋼琴很開心 也是大家謝幕 我記得當天你還有幾個朋友哭了 對 很感動 動到哭了 因為他有些曲子是 寫得很不錯 已經有Orchestra的這個程度的 因為他是有弦樂 鋼琴 合奏各種 合奏的這樣 結果最後為了拍我馬屁 想說這比到美國賭書的錢 是你們不會出的嘛 是 一定要拍 結果他彈了我的歌屋頂 對 結果還彈錯 就是因為沒有什麼排練 就是想說來一個安口給憲哥 結果我在那邊 跟音姐一按錯 就是其實是有發現這樣子 然後我結束之後還想說 沒事 順利結束了 然後憲哥帶我們去吃飯 是 那一場那個飯真的沒有人吃得下一口 好冷 好冷 我看你吃很多啊 我緊張就會吃這樣子 你那天的錯誤在哪裡 你旁邊有弦樂 對 你為什麼不是 鋼琴跟Violin也可以 男女對唱這樣才合理嘛對不對 唾棄他 我今天當時沒有時間準備這Part 所以大家就想說 好 你就拉旋律就好了